詞曲 李宗盛 斜陽陪落霞 金戈陪鐵馬 我那愛恨陪年華 詞曲 李宗盛 月色飲枝涼 狼煙飲風沙 前世飲盡誰牽掛 千年之下 輾轉繁華 此生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幾度冬霞 我願等候你臉講 千年之下 輾轉繁華 此生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幾度冬霞 我願等候你臉講 我等緣分的回答 我會不會 心情 你認識了嗎 你見過嗎 我要见侯毅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你出不去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来 陪大哥喝一杯 红毅从来都不跟大哥喝酒 我知道他是怕我责骂他 每次见你跟红毅拼酒 大哥又何尝不想跟你们在一起呢 你把红毅当成你的亲姐姐 大哥也一样把她当成我的亲妹 可谁让大哥是百里家的长子呢 洪叔 你我都是陛下的臣子 既为人臣便要奉命为谨 这是天经地义的 陛下只婚让红毅嫁给贺瑶 我也想拒绝 可是恍命难为的道理 你心里也应该是清楚的 陛下希望我们和贺氏 可以借此消除既往隔阂 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 更是为了大优的将来 可无论如何 红毅都不该成为被牺牲的筹码 明日红毅离城之后 我就放你出去 送你回离城 你曾说过 贺氏多盈盈狗狗之辈 可你却把红毅嫁到贺家去 如果有朝一日贺瑶坐监犯科 祸我大忧 你要怎样 如果我们与他并容相见 你让红毅如何自处 红毅永远都是 百里家的女儿 可到时候 她是贺瑶的妻子 我们怎么保证她的安全 大哥向你保证 我会尽我所能 护红毅周全 我们不可以让红毅 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 让我走 看好三公子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 要进去吗 侯爷 她怎么样了 准备睡了 今晚我还有公屋要处理 不必等我 你 你来这儿干嘛 大哥叫你念书 你却在这儿偷懒 胡说 我哪有偷懒 擦擦你的口水再说 何叔特意叮嘱厨房 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糕点 小的这不马不停蹄的 给你送过来了吗 这还差不多 有些事 总是要发生的 凭你一己之力也阻止不了 与其这样还不如安下心来 也许从今天开始 侯府的命运便和之前不同 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从你到侯府开始 一切就不同了 什么意思啊 之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侯府有邀 百里红朔被派到立城 百里红义被逼婚 如今世事混乱 这一切并非巧合 亦非偶然 命运 命运 凌军 你是不是能够预知什么 我能力有限 但我只知道一点 只要你在百里红轩身边 他就是安全的 对他人 不仅立刻 不仅卖 是那一个人 很可以 还有一个难题 谁 他 对不起 大公子 吉时已到 该送二小姐出门了 如今再不舍也得作罢了 如若耽误了吉时 那可会影响二小姐的终身幸福啊 何时不用担心 启程 启程 遁地穿墙乃是上古秘术之一 其要诀在于 魔流幻影 穿墙蹲地 土木之树也 三公子 没事 是 左手捏金木皱 右手夹玉土树 出幽 不对 此间土地 神之最灵 生天大地 出幽入名 上天大地 向后队 恭喜恭喜 恭喜白李侯府 恭喜 恭喜 宝起 那这是在此大的狱子室啊 呀 这是哪赛 那我是赛鱼的 恭喜白李侯爷 恭喜恭喜啊 救命啊 幸福啊 这两个伯母 来啊 幸福啊 保护新娘 是 保护二小姐 有刺客 保护二小姐 你是谁 大胆狂徒 竟敢拦截我侯府的宋亲马队 给我拿下 是 是 别生了二小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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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就不怕伤着他们 会让我伤着他们 戒拜 戒拜 是 是 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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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走 那 给我走 是 你到底是谁 是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动啊 你最好安静点 否则对你不客气 你卑鄙 一定要找到二小姐 有消息即刻回报 别动 把门打开 是 人呢 我们是有在这里 未曾离开半步 不知三公子他 怎么救不见了 属下办事不力 请大公子责罚 我罚你们又有好用 让我如何向陛下交代 你现在待人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尽快给我找到 是 剑董大人 万岐将军 是不是临时有事啊 已经派人去请了 等等吧 剑董将军 万岐将军 不在杖宠 宠奴呢 也不见踪影 人呢 回禀太后 微臣已派部下 追踪而去 不过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混账 太后亲赐婚姻 竟有人 公然抢走新娘 是何人如此大胆 是啊陛下 这个贼子 实在是胆大妄为 在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挑衅镇北侯府 夺走了侯府千金 难道 不怕侯爷追查吗 想我大幽境内 敢公然挑衅镇北侯府的人 红轩 你可知道是谁呀 有谁敢不把 镇北侯府放在眼里 除非 除非什么 陛下 太后 依镇北侯所言 黑衣人凭一己之力 劫走了新娘 送亲的队伍 是由镇北侯府所出 镇北侯精心挑选 都是由中选由的高手 到底是什么人敢挑衅 那些训练有素的家将 更何况 镇北侯也是大幽 数一数二的高手 此人 能从镇北侯眼皮子底下逃走 恕贺瑶才疏学浅 不敢想象 你想说什么 陛下在此 臣不敢妄加揣测 贺瑶 红义也是你的夫人 但说无妨 陛下 只怕有人 不愿意将妹妹嫁给我 所以才 贺大夫 你的意思 是我劫走了 你 我只是说出了 自己心中所想而已 那黑衣人 究竟是天下怎样的高手 能让镇北侯 毫无招架之力 而且 我听说在小年夜之后 镇北侯就向陛下提过 请求收回成命 看来镇北侯 不是真心 想与贺家联姻啊 红轩 此事你作何解释 陛下 太后 红义与贺瑶的婚事 来得突然 作为大哥 一时之间 确实难以接受 但这是陛下 和太后的恩赐 陛下也委以重任 让微臣送亲 微臣定当 遵从圣旨 如今陈妹下落不明 贺大夫说出 如此让人寒心的话 微臣实在不明白 贺大夫用意何在 欲加之罪 着实令微臣 惶恐 臣并非有意抹黑 镇北侯的一片忠心 只是 此事太过蹊跷 臣 毅然担心未来 妻子的安慰 可能 言语有些过激 还请镇北侯见谅 好了好了 哀家知道 大家都在担心红义 现在光打嘴杖毫无益处 你们还是同心协力 把人找回来才是 此事事关皇家威严 不管劫匪是何人 出于什么目的 弘义乃是我大忧皇族 犯我皇族之人 就是犯我天威 弘轩 朕命你为袖衣直指 献你七日之内 找回百里弘义 将抢婚之事 查个水落石出 若有人阻拦 格杀勿论 臣 遵旨 万岐将军不在站中吗 万岐将军 就算不参加新营点兵 你也别想占他的便宜 你早知道 他不能出席新营点兵 万岐将军在狼族军队 乃是居一人之下的要职 我既是万岐将军的人 自然不能比您更晚知道 不过 千筒就是千筒 一次点兵 休想分走万岐将军半点荣耀 姑娘你想多了 我与万岐将军在认识你之前 就是一条心 万岐将军 今日有要事在身 特授权仅次新营点兵 由本将带领 呼吁长老 万岐将军缺席时 由千筒代理全权之职 呼吁长老可有异议 不敢有所非议 各部新兵听令 得令 党族繁星 接济我身 党族繁星 接济我身 各援一心 奋勉努力 各援一心 奋勉努力 乌鲁兰部 到 俄瓦部 到 乌尹部 到 新营点兵 阿瓦部 乌尹部 乌鲁兰部 都派出了精锐 狼族的兵力 真是空前的强大呀 其实明叶峰统领狼族 对狼族未尝不失姓氏 新营点兵 只失狼族 不失大军 大军真的放心吗 本军又能如何 你当时为什么不看着他点 为什么不拦着他 他可是本军最后一个儿子 大军 大军 洗礼度 对不起大军 我累了 我要休息了 与灵魏 幼营绣衣直指田园 见过侯爷 左宫 见过侯爷 陛下特派与灵魏 幼营 协助调查抢起案 你们将手下所有的人分为两对 一对人守住所有的城门 另一对人跟我的府兵会合 在夜城内挨家挨户地搜换 有任何蛛丝马迹 即刻汇报 灵魏 你跟我走 是 三公子 讨身 你来得正好 跟我走 三公子 请给我回府 如今陛下的雨林卫 正在全城搜寻二小姐的下落 属下劝您 快将二小姐送回侯府 万一被人识破 后果不堪设想 识破 识破什么 大公子已经知道 是您带走的二小姐 大公子 大公子 是 让所有的人继续巡查 每一个地方都不许放过 是 后院 去那边看一下 是 卢走 红义的不是我 那是何人带走了二小姐 三公子 您若不交出二小姐 恐怕大公子会受到牵连 我都说了 卢走 红义的不是我 让开 红义被人掳走 我一路追查到此 这辆马车十分可疑 他一路从府里面驶到这里 红义他一定就在这附近 有什么话 三公子 你还是亲自向大公子解释吧 你不速度派人去找红义 却在这里妨碍我 红义有半点善事 你十条命都不够 你让我家的安卫 来围攻我 属下只听令于大公子 得罪了 带走 是 是 住手 红义在哪 你如何确定是我 我只是问你 红义在哪 如果真的是我 我没有道理不承认 我一路追踪红义到此 刚有些眉目就被你的安卫拦了下来 我们在这里耗费时间 杰妃早就把红义带走了 你是如何出来的 这不重要 关键是红义现在在哪 红义我自会去找 但是你不能待在夜城 如果让太后知道你善离职守 那我们白礼他 红义他现在很危险 你待在这里也很危险 不找到红义 我是不会离开的 好 你可以留下来 但是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不许妄自行事 我一切都听你的 大哥 我知道红义只在这附近 让人把这附近仔细地搜一遍 记住了 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 都要搜到 是 嗯 是啊 你怎么办 什么人 追 你到底要干什么 换上 红色不适合你 你费这么大周折挟持我来 就因为红色不适合我 怎么 你很想传成这样 嫁给何瑶吗 我嫁给谁关你什么事 有件事恐怕你要搞清楚 这里是夜城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草原 走吧 好了 走吧 明明下 可以走了 你们是什么人 要去哪儿 走吧 我是历城的商人 带夫人来夜城游晚 如今又要回去了 把帘子打开一下 是 好 过去吧 明晏风纵横沙场术女 素以心机沉稳 狡诈而闻 今日独自结亲 未免思虑太不周全 若不是你出手相助 恐怕 他如此反常冲动 不按常理出牌 可会坏了我们的计划 都说千人有千面 其实 千人何止千面 再有城府的人 一旦被人触碰了弱点 都难免 会自乱阵脚 让一个如此沉稳的人 发疯 难道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我以为今天约我来 是来帮忙 没想到是约我来看戏啊 事事如期 要想成事 自然 得有纵观全局的气动 君上纵观全局 是人皆瓮中之鳖 局中之人 此言尚早 他们几个皆非凡日 苦心布局多年 一步都错不断 这么久了 最不缺的 就是只耐心 是 玉 玉 好 慢慢 丁将军 可有何发现 禀告侯爷 没有发现 出城的每一个人 必须详细地盘查 是 大哥 大哥 怎么了 来 杀一个杀一个 杀你 车渠这种玉 很容易被划出粉末 挤粉末非常质量 父王这天南下的时候 给红衣带过一块 是红衣带过一块 是红衣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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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一 驾 改天我也把你关在这 又出又黑的箱子里 让你也感受一下 能骂人 怎么样 说明还没有被憋坏 谢谢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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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我 谢他吧 他刚才若是说一句话 你们就死定了 向东再行二百里 你们的酬劳 多谢 走 来 小心 真是胆大妄为 竟敢鲁结皇室宗亲 这件事实属有些蹊跷 难免让哀家心生一斗 红衣在侯府一直安好 为何偏偏大婚之日被鲁结 这分明是早有预谋的 是想阻止我大忧两大家族联姻 本该是举国同庆的大喜之事 可惜被破坏了 大忧皇帝亲赐家园 又有镇北侯百里鸿宣亲自护送 此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劫走新人 恐怕 此事绝非常人所能为之 若无人从中接应 在镇北侯的大军护送下 此等大事岂能得逞 皇帝若景观眼前方远 那就会被一夜障目 想阻止联姻之人 恐怕别有企图 别有企图 皇帝不可疏忽 百里氏和赫氏联姻事关我大忧的将来 对心存险恶 蓄谋破坏之人必须严惩不待 幕后说了事 赫遥 朕命你协助镇北侯 务必缉拿 劫持百里鸿宇之贼人 不管他什么来头 藐视大忧罪不可恕 是 如果你想我把你落得更紧 你就试着再挣扎一下 你到底为什么要录走我啊 如果你想利用我 去跟陛下和太后交换什么的话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信 要不然你肯定会失望的 你以为我们真的能这么光明正大地离开吗 这里离夜城不够百里 我大哥一会儿就能追上 你大哥呀 现在还守在夜城绝地三尺呢 等他醒不过来 我们早就到舒斥了 怎么 无话可说了 你一路都留下了记号 你没事吧 滚开 你 marche 出家了 胡说 灭风 竟然是你 怎么就不能说 如果 你再敢动我兄弟 我将你四十万段 何必那么绝情呢 在下和侯爷 虽然不是兄弟 却是好朋友啊 怎么 连你都不知道 我和你大哥 联手做了不少大事 百诺和贺瑶勾结的信件 你以为谁给他了 不过作为报答 你大哥也给了我不少 服送部的兵器 侯爷 咱俩也算是合作愉快吧 大哥 大哥 他在说什么 一派胡言 文艺 你没事吧 走 再公子 公子有令 您不能带走条件 你先去帮大哥吧 好 别插手 我要单独跟他会会 正好 我也想单独会会 我们让他这样 ホ农 你 trzy 你把我搅拖 你 ini pan 有 将军 我来晚了 不晚 来得刚刚好 一风 你不是说要单独跟我会会 怎么不出两招就走啊 我道你一下 怎么能等到我的援兵来呢 白礼鸿轩 你输了 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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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夕阳藏匿的笑 多不再初见的听潮 忽面连一丝心跳 独坐西楼眺望天涯 乘飘一去牵挂 夜蓝叹息旧心何方 梦里有你在身旁 遇见才知流年纵忙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铺满正座山岗 夜里为留你的印象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夜色朦胧 烛火微凉 描绘你的目光 只想够了谁的模样 只愿意你在心上 夜间才知流年纵忙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平满正座山岗 夜里为留你的 感谢观看